公開大學陷下的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爆出相信是本港專上學院近年最大規模的學生 遭到集體開除學籍事件 而事件的主角竟然是一批友誼教育問憑課程學生 部分更加或許已經為人施表 他們今年5月24日在課室裏面 趁導師未有登出電郵系統 先自從導師的電郵戶口取得試卷和開啟文件的密碼 涉嫌盜取試卷 不過有學生就在第二日向校方自首報告事件 校方隨即在6月6日採用全新試卷舉行考試 確保考試公平進行 而校方的紀律委員會就在7月兩次對涉及事件的學生 展開紀律聆訊 最終決定開除8個學生的學籍 其餘就被警告 不過有家長就擔心 今次事件或者會令到部分無辜的學生受到牽連 質疑校方只是故私下處罰學生 而沒有報警處理 對學生有欠公平 龔大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就回應指 由於事件並不涉及貪污 有組織罪行、暴利或其他嚴重行為 報警或者會浪費警方資源 加上校方已經有紀律調查機制和政策 處理學生的課失違規行為 因此認為無必要報警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 下集見